王小飞6号深夜在微博发文写下爱所有的家人 我老婆是第一 但没多久就把贴文删除 两人5号才闹出离婚风波 而王小飞这个举动被认为是想拯救两人婚姻 婆婆张岚5号也在直播中反驳两人婚变的传闻 但却有眼间的网友发现 张岚一连按赞多则网友的留言 内容全都在批评Dice 包括虽然Dice跟她都是工作人物 但为了发文而去离婚太随意了 还有支持王小飞要大S考虑婆婆和孩子的感受 看来张岚表面上虽然没多说什么 但内心似乎颇有怨言 甜蜜蜜的两人同样是跨国联姻 林志玲与Aquila2019年结婚后两人相当幸福 林志玲5号在脸书发文写下不安的世界有彼此相伴 感谢生命中的每一个启程 两周年快乐 附上几张甜蜜的照片 让底下网友直呼超甜蜜 还有安影轩5号也庆祝跟老公结婚4周年 在IG现实动态秀出钻戒 另外还分享夫妻俩的合照 两人都穿着白T恤戴着帽子 而安影轩更将钻戒戴在手上大方展示 让网友都快闪瞎眼 结婚迈入第11年的6月也在脸书发文 由老公李懿负责张罗美食庆祝结婚周年 6月PO出和两个孩子俏皮的合照 看得出一家人的感情相当好 在疫情期间 演艺圈夫妻低调庆周年共同为防疫经历 TVBS新闻 陈文宏黎气文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